歡迎回來發達廣場的時間 坐學身邊的嘉賓 仍然是耀材證券高級分析員直耀輝Stanley Stanley 你好 你好 現在看到恆子跌144點 去到23,285點 和Stanley談談一隻青島啤 168編號這隻股份 昨天有消息說 會收購一間公司 就是一間銀蜜啤酒集團 昨天股價破頂 今天H股回套 跌了超過2% 去到42元 但A股繼續升 其實青島啤酒勢是怎樣看 青島啤這單的交易 其實作價是18.7億 如果對銀蜜啤酒 本身的盈利前景 這單的交易也挺低下 本身收購18.7億 但其實你看看銀蜜本身 今年頭10個月 其實那個盈利 已經達到1.21億的人民幣 你看看收購的作價 的市場率 其實都是大約十多倍左右 如果全年齡計 它的盈利又乘了1.8億的話 其實那個P的收購價 基本上只有10倍左右 現在以一個 在全行的啤酒行業 P差不多有20倍 其實這個作價的商量比較低 看回銀蜜本身 你會看到它的增長的時間 也比較大 在2009年的時候 全年都是賺大概6千 7千萬人民幣 但今年2.21 剛才講過 10個月基本上已經賺1.2億 所以它的增長 其實是差不多一倍 再看它本身的 消費用的產銷量 其實去年 2009年 是37萬千升 到今年10個月為止 其實已經升了 40萬千升 所以看回銀行公司的產銷方面 或者消費情況 其實相對是比較理想的 所以今次的作價 其實我覺得 相當之 作價比較便宜 所以你說 股價 為何昨天有比較大的升幅的話 我相信市場認為 這件事是交易 其實對上千歐啤的營利 的表現 其實也會有多支持 當然你說 看回千歐啤本身 它之前公布的一些 磨擬率 或者一個營利 其實就不算很突出 因為看到第三個 其實都是升了一成多左右 但是你說看回它本身 如果今次收過價 或者今次的公司前面上 仍然我覺得也不需要太過置疑 因為你說 以千歐啤的品牌 因為那個發展 基本上都是越來越 程度越來越增加快 所以我想你說 千歐啤本身 其實都需要做 相當之 幾吸引的內需股份 在股價上 其實看回圖表上 以前千歐啤啤 9月份的時候 其實都上過46元這些高位 但是近這一兩月左右 其實都跟回市 就有個回調下去 到42元這些水平 但是你見到它 其實回調的幅度 其實都不算很多 大概是一成左右 而且中途見到它的成交量 都保持著 相當之很活躍 所以股價上 其實就暫如看回 就仍然都在十天線的位置 有個比較大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想 以後市來講 只要它不跌穿 40元這些水平的話 其實那個走體上 仍然都有機會 就會再做 例如上回45元 甚至乎46元這些 比較高的水平 好 另外我們又看看新股上市 新股掛牌 就是淡水河谷 6月10 今天以介紹形式 在本港發行 香港的預託證券上市 看到今天的開市價 現在267元 較巴西的收市價 折合高出大約3% 高出超過3% 淡水河谷 自己也講到 5年之內 產能就會增加 以及預料 內地的需求 會持續增加 其實基本因素上 大家又怎樣看這個股份 我今天擔心 河谷本身 香港投資者 不是那麼熟悉 你看回公司 一些情況 其實都比較理想 這個公司 可能是全球 第二大 這是美洲最大的金屬採礦公司 也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 以及鐵礦石 石球團的生產商 公司的規模相當大 基本上等於 等於會控市值 所以在巴西方面 都叫做巨無霸的股份 看看前景上 其實很簡單 因為你說 一家公司 都是做鐵礦的業務 其實看回鐵礦 這些鐵借的礦物 基本上 那個價格 或者銷售的情況 其實都取決於 經濟的增長和發展 所以大家會看到 在2007年 現在零星的時候 經濟有比較衰退的情況影響 所以見到 其實你說 淡山河那時候 那個盈利 那個表現 其實相對比較差 按年只有六成 所以大家知道 除了經濟有很重要的情況 以及對鐵礦石的需求 如果比較加大 其實對淡山河谷的前景上 其實不需要太擔心 當然你說 現在 如果買淡山河谷的話 其實沒有程度上 有個因素 大家要留意 因為這次 它以預托證券的形式 在香港掛牌 所以 它的價格 其實都取決於 巴西那邊的價格 大家都知道 巴西的回價 其實以 雷雅爾 巴西的貨幣為準則 所以 對港元來講 其實大家要留意 那個股價之餘 其實也要留意 雷雅爾的價格 那個變動 因為如果匯價有些 譬如大一點的變動 的話 其實對港元來講 可能會出現一個 譬如說折讓 或者升值的情況 所以對淡山河谷的股價 其實都會有些影響 當然 看前景上 大家都預計 譬如說鐵礦石開面 其實未來的增長 或者價格 都會有一個上升的情況 所以對淡山河谷來講 始終那個表現 其實都暫時可以看過線 當然 剛剛這樣說 其中一個匯價 以及其他因素 可能都會對價格導致一些影響 所以在這方面 大家要比較留意 尤其是大家可能對 本身公司的認識 就不是太多 另外 我又要看看市場上 一些移動股 就是中國藍車 今天 疫市上升超過半成 去到9.79 最主要有消息 就講到 藍車會和美國通用 在美國組合一個合資公司 就會在這個企業 走在美國本土製造高速列車 令到中國高鐵 可以正式進軍美國市場 見到今天股價 現在長升長有 升超過6% 去到9.85 消息非常好 股價表現 其實見到 開始進軍一些進軍國際 見到中國的高速鐵路 其實未來的前景 你怎麼看呢 這次中軍美國市場方面 其實看回合作模式 和合作的情況 其實因為市場的資金 或金幣不是太大 其實是幾千萬美金的業務 相對來說 都是3-4億港元的合作 那規模上是相當的 對藍車本身 這間公司的影響 其實實際上影響不是很大 但你說這次能夠充足中國 尤其是美國這方面的合作 其實那個掌聲意義比較高 使得意義大很多 股價其實就在疫市上升的情況出現了 但我想其實某程度上都是一個 叫充氣的狀況比較多 當然你說公司本身的前景上 其實仍然都比較利好 尤其是藍車本身的增長前率 其實都相對比較大 大家都知道內地本身對於鐵路的運輸業 其實都會內逐足 仍然都會有一個比較強勁的發展 例如鐵路部公務局 之前11月份 首首個月內地鐵路的建設 基本上資金已經是6000億人民幣 創造一個新高 預計大家都知道 不斷有很多高鐵路的鐵路 未來五年都會有很多鐵路建建出來 變相由這個學員來計 其實未來這幾年間 會處於一個發展的高峰期 所以對於藍車來的 都一定會相對比較有利 藍車本身在頭三個月的營利 水平已經升了七成 加上你的股價也接近長城長有 所以你說 其實投資者一直都比較 對於藍車本身也挺熱衷的 所以股價走地上 其實我都不會置疑 相對比較樂觀 當然你說現在形態上 當然今天又再高升了 比方說走地上都相對高位 你說投資者可以等它回調 九元左右左右水平的話 再測量會比較好 藍車都破頂了 一年高位都衝破了 最新到9.84元 中國方面都說到 未來五年的鐵路總投資 就會高達四萬億 所以其實見到前景都挺樂觀的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Stanley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你 稍後回來 下一節就會是企業訪問的環節 我們邀請到文豐企業的董事總經理 許廣熙 Qeen思虛 就會跟我們接受訪問 說說公司未來的發展大綱 和未來的業務趨向 稍後回來再見 千萬不要走開